好消毒喔 这个生长技术的药性比较刺激 我们就慢慢打就好了 仔细听着护理师的解说 谷家骏终于能把心定下来 对方40公斤 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小朋友 所以今天我们目标 大概要循环15公升的血量 最后会收集成一袋300cc左右的细胞捐给对方 这样可能就要耗时5到7小时 40岁的谷家骏 自从19岁建党之后 曾经接过四次沛队通知 直到第五次才终于能够捐出周边血 每一次都想说 可不可以就那一次就成功 因为当年在填这个 捐骨髓的那个志愿卡的时候 就觉得说这个是本来就想要做的事 然后怎么一直都没有成功 乐观的他 从没有放弃想救人的心 师姐就跟我一直在说 就说就绝对不能放弃 因为当这个下了决定之后 对方就已经在准备了 所以那时候就已经确认 就相信会做到这件事 就很安心 远在屏东的志工 透过数讯电话表达关心 还好吗 还好还好很棒 OK的 谢谢谢谢 身体的自己的转变 再到就是说因为自己的健康 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也觉得说让对方可以 互相共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一世的那种缘分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缘 旧人的心愿终于达成 古家俊也期待 能为另一个家庭带来幸福的好消息 当选花莲综合报道